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送 咱们得实事求是的说句话 象棋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恐怕没有我小时候那么好了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各个地方象棋比赛好多都是露天的 还有挂大盘讲解 但是说实在在所有这些活动当中恐怕今天我们说到这样 是最有利于推广博大精神的象棋艺术什么盲棋 说到盲棋很多朋友都了解说这下盲棋看象棋这些人可真厉害 背对着后边一帮人就说第一台红瓦巴进七你马上黑足七进一你就得对上 说这怎么那么厉害呢 而且同时能计那么多牌 这可真吓人 确实盲棋给象棋高手等于在宣传上插上了翅膀 1995年的时候柳大华在中国棋院下了一个一对十九的盲棋 最后是八胜九合两副 当时震惊了象棋界海外这些华人都传 柳大华太厉害了 同时系十九盘棋 这多厉害 这也确实盲棋给人的感觉特别神秘 你看这两年也是有很多小伙子也琢磨着按这条道往前走 你看北京队的蒋川 蒋川是在这个2010年在连运港下了个一对二十 最后十五胜五合 一下子把这柳大华记录破了 侯有头柳大华的弟子 象棋大师党匪 在2011年来个一对二十一 然后蒋川不甘心记录被夺走 在今年这个春节前又在扬州来了个一对二十二 最后下了个十六胜六合 成绩也相当好 所以我觉得这些年轻人琢磨盲棋 在一定程度来讲 对推广象棋非常有好处 当然年轻人思维活跃 他推广象棋方式多种多样 你前面我说这党匪 前两天浙江卫视有党节目 叫转身遇到他 是个相亲节目 党匪还去了 党匪说我为什么来了 我有自立 为啥呢 我有车 我还长得帅 为啥 我下象棋呢 下象棋有帅吗 下象棋还四个车 你看小伙动很幽默的方式 把象棋的一些东西在收视率很高的节目里就给推广出来 所以我说现在年轻人思路活跃 我真是希望更多的年轻选手能在盲棋上下去功夫 因为我们普通人一看着盲棋 普通棋迷看 觉得神 觉得都有点悬匀 这怎么能这么厉害呢 咱们今天我给大伙说说 盲棋没大家想那么神秘 你别看您是个普通棋迷 你要想练成盲棋 并不困难 为什么呢 盲棋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我们管最基本的条件 什么 比方说 我现在 你看 我这块醒目 我拿起来了 你看一眼我这醒目 我这上面比方说有字 写着老梁俩字的 你看完了以后 闭上眼睛 你就说 这醒目 大致是长方形 上面怎么样 有个圆龙起的地方 如何如何 你能在最短时间之内 把这醒目的最醒目显眼的特征 你全能记住 然后跟我说出来 好 你只要这两下子有 你就具备了像盲棋的条件 这是最基本的 当然这个基本条件 和我们平常说的那个记性好 它有差别 有的人说盲棋就记性好 不是 我们平常的记性好叫静态记忆 例如说 人之初心 本山 姓香 逆其相远 狗不叫 姓乃 先 交日 道 归一专 好 你背着是死的东西 就是你怎么背 什么时候背 它都是这些东西 这叫静态记忆 但是盲棋记忆不是静态记忆 盲棋记忆是什么 叫动态记忆 因为你这一时候记红棋 然后现在向三进五 然后你黑棋 你到这跑二平六 再到下一步 说红棋又走了 马八进棋了 你都相应跟上 就说每一次你记着盘面 它是动态的 是有变化的 所以它跟静态记忆不完全相似 它等于你大脑里头有棋盘 棋盘等于旁边不断有照相机在拍 这一步拍下来 这一步拍下来 你脑子里边得有这屏幕 也得有这种像电子游戏似的 随着棋局进展 不断变化的局面 你有这两下子 盲棋的基础 才能打得比较扎实 这个你往大的说像什么 我告诉大家个训练方法 有的人愿意打麻将 会打麻将的朋友你学忙起 有一种方法很快 就这牌抓上来 你看一眼 哪个挨着哪个靠着 记住了吧 扣下来 再一摸牌 比方三万 进手来 我这有二万一万 放到里头 然后一想 我那边对九柄一个八柄 这八柄没用了 把八柄摸出来 打 再不看这个麻将了 就等于扣着打 抓上来 抓上来 碰 打什么五万 糊了 从头到尾 你要能这么打下来 盲骑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觉得说我是下盲骑门 陪我训练 打麻将有多事陪你吗 你用这种方法训练盲骑就可以 所以我说盲骑第一个基础记忆力 就是我刚才说这种动态式的急 那么第二个盲骑 你骑要不守 没法下 你得把整个棋盘里头一些变化 基本该记头记住 就是要熟悉各种棋谱 你得记各种棋谱 就走到哪个盘面 你得特别熟悉 对各种变化 子力在哪都得知道 所以拥有这两个条件 恭喜你 你基本上就可以做一个盲骑的棋手了 问题不大 当然要具体到下 我刚才说这只是一对一 咱们大伙觉得神奇 说盲骑你看 怎么能一对19 一对20 21 这怎么能记这么多盘 要到这一步 你就得训练了 就是一对多 最简单的是一对一 两人 或者说别人看棋盘 你不看棋盘 背对着 这是最简单 因为记一盘棋 心无旁骛 好记 所以一对二 也不是多难的 一对三往上 就可能需要特殊训练 而且还有一种形式 和一对二不一样 叫腹背受敌 什么叫腹背受敌 我面前就有一盘棋 咱俩下明的 后边我跟人下一盘暗棋 盲棋 这叫腹背受敌 你可不要以为说 这腹背受敌容易 一明一暗 总比两盘暗得好像错误 腹背受敌难度要大于两盘盲棋 为什么 你能看见这盘棋 它极大程度的干扰了 你看不见那盘棋 所以腹背受敌 其实在一定程度来讲 等于锻炼你的思维 就是大脑的这种平衡和卸掉性 难度也很大 哪位朋友想心有旁骛 能够干多种事 同时还不乱 能够运筹帷 练练腹背受敌是真有用 那么我说一对三往上 就需要你特别的训练 你看到现在为止 咱们知道的象棋界这些前辈 也就是胡荣华 李来群 徐天宏 柳大华 这几个人能够当众表演 一对十以上的这种盲棋表演 你看你大概知道有些高手 包括徐云川 他对盲棋就不感兴趣 为什么 盲棋水平高 不等于你棋力就高 他不是所有特级大师 都能够在盲棋领域有所建树 比如说你想盲棋这有掌机 你得单独练 他和这还不太一样 那么盲棋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这里边还有一定的一些窍门 你比方说我们看刘大华 比方说一对十九 他怎么记 一般来说这一对十九 一对二十 像这样的盲棋 都得他先手 他先手的话 他好办 他就按照五盘五盘的这么记 你比方说头五盘 我用的中炮开局 在五盘飞向开局 在五盘先人指路开局 最后几盘 你比方说用单提马开局 就是每个区别开 这样在脑海里头 就规定范围机 这五盘是什么 这五盘是什么 按这个方式来记 那么下棋的过程当中 这里头也有一些门 你比方说对手是什么样 有人说那好像是高了不行 这个说对了 一般来说这盲棋 你的水平就正常的 你睁着眼睛看棋盘的水平 和你下盲棋的水平 之间得差一千到两千之间 如果要是车轮式的 一对二十一对多少 可能比两千还要大 有人说这有根据吗 你不妨咱们下面就看一盘 蒋川下盲棋的时候 跟他睁着眼就下的时候 他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咱们看一盘实战对局 这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蒋川在扬州进行的 一对二十二的盲棋表演 那么这是他第一台 和对手走到中盘的时候 形成的局面 我刚才说了 就是盲棋一般来说 顶尖高手的盲棋水平 和他的明面下棋水平 大约能差两千左右 那么这时候盘面 蒋川的走法就体现了 我刚才说这一点 我们看盘面 当时蒋川特大 走的是炮五平二 这可能和绝大多数体友的想法 差不多 因为这随时底下要杀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走的是这个 降五平四出架 那么其实当时这个盘面看 红棋已经占优了 可是这个招法不是最佳招法 如果蒋川大师走的不是盲棋的话 他可能不会走这招 他有更为精妙的 我们看 恢复刚才这个盘面 蒋川大师这个时候 如果正常的走的话 不是盲棋 他可能会选择走 炮五平八 我们看这招其实就非常狠 因为炮五平八之后 打着这个局 假如这个局 局二进三把这个炮吃掉 那么炮八再平二 这局就被吃掉了 被抽僵了 那么假如说你不走这个 不吃炮你只能很委屈的 就二平一回去 从这盘面上看 应该说就大了 将近有三仙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蒋川特大 他当时走了一个炮五平二 应该说不是最佳的招法 要从这一步骑上能看出来 就说他蒙目和面对着棋盘 应该差一仙多 接近两仙左右的样 我说到这 有的朋友说 向旗这盲旗 国际向旗盲旗 我都知道 这围旗能不能下盲旗 跟大伙说 围旗也能下盲旗 故老相传有这么个故事 说到唐朝时候 有个大国手叫王基辛 那时候国手有个官衔叫旗戴照 干嘛 赐皇下旗 那时候唐玄宗 后来我们知道安史之乱 安禄山造反 逼得这唐玄宗 带着杨贵妃杨国忠 就进蜀中避乱 这时候期待着 王基辛就跟着他 进了四川 到晚上 这下大雨 住哪呢 皇上住的庙里头 都给安顿好了 你下边人 你们资格找宿去吧 能去哪去哪 这时候王基辛 往前走吧 看看哪个农家院 我能住一晚上 走不远的 看前头有个茅草屋 家里头 一老太太 还有他儿媳妇 就婆媳俩 一看你这逃难挺可怜 行 住旁边这屋吧 住下来 到晚上 晚上王基辛躺下来 外头下雨 他心里头乱了 跟着皇上跑这跑那的 就睡不着了 突然他听到外屋 这婆媳俩对话 这婆媳俩本来在那干活呢 农家活 突然间这儿媳妇说 婆婆 手谈一局如何呀 要何 脸要下棋呀 那婆婆说可以呀 可是半天没听到 摆棋盘 动棋子 突然间他这婆婆说了 平三 上四 他儿媳妇咋的 去五 上三 王基辛一听这儿 呦 这俩人是下盲棋的 怎么叫盲棋 咱大伙只得向棋下盲棋 这么弄 123456789 你表是居一平二 马二进三 这车九平八 有谱的 说围棋这盲棋 怎么记这谱呢 怎么说这谱呢 他也能说 古代呢 这不围棋棋盘是方的吗 他按照汉字四声 平 赏 去 入 分成四面 所谓 平三 上二 是啥呢 平这边 这一个边的第三个格 和这边的去第二格 他俩不有交叉吗 交叉这点 啪 这子就落这了 他应在旁边落 这是过去围棋 按平场去入基辅 现在围棋盲棋 基辅不这么记了 他有新的办法 他不然这棋盘在这放着 19乘19的棋盘吗 从这边到这头 竖着 A B C D E F G H I J K R M M O P Q R S 到S 正好19 A到S 然后从上到下 1 2 3 4 5 6 7 8 9 一直到19 你比方说 说D 16 这就是左下角的星位 A B C D D 16 123 16 这么查 纵向查 第四个 横向查 第16个交叉点 在这 说星小木开局 D16 往这也走完事 这是现代纪围棋府的盲棋一种方式 过去就是平上去路 王岐心一听 言和 这婆媳俩下盲棋 这可是高手 赶紧用心听 结果这俩人越走越快 他一边听王岐心脑子里是个奇葩 这招走得好 这怎么这么妙 这我怎么没想到 结果两人越走越快 到最后王岐心来不及反应了 王岐心一看 这俩人太厉害了 水平远在我之上 第二天早晨起来 他见到这婆媳俩 跪给磕头 两位真室外高人 昨天我多了耳朵 不该听你们两位下着盲棋 太厉害了 您给我摆摆这盘棋 王岐心随身带着围棋 拿出来 铺上一摆 他这婆婆说 你说说这盘棋 你怎么看的 王岐心说 我觉得这儿 我想这么这么走 老婆说 你看 看来这个人是人间国首 基本功挺好 可以交给他一些公务杀之道 于是 这老婆婆和这媳妇 就交了王岐心这盘棋 往下走 各种招牌 王岐心觉得 大有收获 就这么着 一息别 说我一定回头来拜谢你们 转回去 见着唐玄宗就说这事 他说赶紧把这婆媳俩人请来 王岐心再带着当兵的 再找这间茅草屋 到这一看 四下里是荒垫子 草木清清 哪有茅草屋 王岐心这才恍然大悟 看来这二位不是一般人 后来跟旁边村民一打枪 感情二位是胡仙 胡仙婆媳 交给王岐心这个期末 这是历史上 关于围棋盲棋一种记录方式 咱们观看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些亲密朋友 可能您既喜欢象棋 又喜欢围棋 如果真要想在盲棋领域 你想试试的话 您先别选择围棋 那个难度大 先选择象棋 如果你有一定棋力 咱们不想说一对二十 那都有点太难了 咱就玩个一对一 骑油俩人没事的 正好在车上也没棋盘 咱俩说两回吧 噼里啪啦 泡尔屏红马上进三 你体会一下象棋盲棋的乐趣 可能你这一体会 你会觉得象棋别有洞天 不是像你平常想象的那么一种状态 那么对于你两个人用这种方式下盲棋 假如旁边有第三者看到了之后 顿时就会觉得象棋弄这么像 太神了 你告诉他 没那么神 好好祭谱你也能 这不就等于你间接的为象棋的推广 做出了贡献了吗 所以我们说象棋现在古老的艺术 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就看你在这其中能下多少功夫 能不能把这里边博大精神的东西一点点推广开来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看乡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央视象棋世界 这是咱们奇迷的福音 象棋世界 期待您的关注 欢迎您关注象棋世界 早午我的相遇将可以再开 每周五晚 关注象棋世界栏目 听老梁怎么说象棋 欢迎继续收看象棋世界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象棋特级大师郭立平和骑鞋大师李鹏 请两位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明局金钥 让我们有请两位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相机节目 为各位旗友带来的是QQ游戏天下棋 2013全国相机甲机联赛第五轮的最佳一盘对局 那么对阵的双方呢是我们两位顶级的冠军级棋手 来自这个上海境外滩队的特级大师孙永珍 对阵来自广东碧桂园队的特级大师许云川的一盘棋 这盘棋呢就是他们是在第五轮相遇的 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在哪啊 前四轮上海队是四战全盛 而广东队是两胜两负 所以这盘棋广东也是志在必得 对 好八经七 是双方的领军人物的一盘较量 这两个还真是绝对的领军人物 下成了七路码 红方狙击一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中炮横狙击七路码 对中码的布局 顺三进五 到这是常用下法 对 炮八进二 这招是非常稳健的一种选择 符合循川的风格 红方 炮八平九 这也是近些年常用的选择 过去曾有马七进六的 令我变化 对 它有队这些变化 那么这个棋 黑方依然选择对兵 也是发挥巡航炮的作用 对 红方 出狙 出狙 那么在这个时候 过去曾经有棋手选择是狙八进四 保住 比较稳健 比较稳健 但最后黑方的反击也是非常的强硬 所以在这盘棋上 这盘棋 我觉得孙永中下出了新意 而且面对许文川也是积极求胜 马七进六 黑方 出掉了 这等于是放黑方的三五足过河 但是他的取得的补偿就是快马 把黑方的子力压制住了 一个是在左侧压制了黑方 还有一个在马和鞠的配合 像这个棋大家都希望这炮能封进来是比较好的 封进来这边一眼相眼的话就很难受 但是由于马鞠马的配合 马上就要对黑阵发动冲击 比如说即便你保住以后 比如他跳马看向 假设跳马看向 他这有一脚 对 这很难受 完了你掌鞠一看 他就吃掉 如果你吃马 他再走军三级 位置太差 这样的话 红方就抢先发动进攻 黑方非常不利 所以这种棋 红方的损失是有相当的补偿的 对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 黑方也是积极的调整阵型 这个炮在这个位置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 就是你想打过来的 或者是已经过不来了 对 下了一个炮马推移 也很灵活这招棋 紧居一保 对 下一招黑方下的非常有意思 走的一招巨八技 你感觉这招棋 它的目的就是左右呼应 它有一种呼应感 如果大家现在看 假设如果它知识 一般随手就知识了 那它肯定居四近五 这样看你会感觉到 红方两点的居马炮被隔开 有可能被红方左右是各个击破 不仅如此 你就会感觉到 你左右两侧的压力都非常大 对 没有办法能够把子力联系起来 对 那么这招巨八技也是非常的勉强 见功力的一步棋 对 也符合寻圈的这种风格 左右呼应 对 有一种整体感 G四近五 马七近八 它也是一步换行 把巡航炮退回来 它马翻出来 对 这样威胁轰 这以后这居随时可以平二来侧用 对 这个避免它足七近一的先手 这个先控制住 也是非常必要的一招棋 那么下一招巡船 这招也是非常的阴 巡船下机非常的阴柔 准备炮平三 很巧妙 对 就是我炮平三 这个地方有个翻打双巨 你看你如果吃巨 我这先得一码 然后这边还踩着巨 这边还打着巨 即便你用巨吃了炮 我这个也从容化解了 而且这一打僵 这一吃巨 黑方马上就胜势了 就马上一招棋就胜了 所以这种棋 看起来不经意的一退炮 后面的伏笔非常多的 而且他今晚还有各种的这种闪击的手段 对 这炮二拓一 谁能想到 这炮二拓一 对 跟他这巨八禁一都是呼应的 所以这招棋非常有意思 对 巨八禁一 红方自然不会上当 孙永中也是有很强大的中局实力的 对 那么黑方 巨二拓三 在这个局面下 红方实战中选择了炮九平七 这个结果最后还是红的好一点 但是由于对子过多 就是最后简化了 实际另有一个选择 大家可以看一看 可以考虑炮九金四也是比较复杂的一种选择 炮九金四现在有两种选择 红方一个踩象 吃炮 这样可以多得一个象 这样巨马炮的话 多得一象 还是有一点先手的 那么还有一个炮九平一 这个黑方也是 压力也会比较大 甚至以后可以先打一下 再走这个 也是会压力比较大的 但实战下了一个炮九平 炮九平七 最后引起了大量换子 大量换子 但是这盘鞋构丝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来看 炮八退一 炮八退一 起码才像 这没有办法了 飞掉 这打不行 打不是直接吃 所以一定要走去身体二 踩掉 再走这个 打掉 这两边吃着走 看着都 那么黑方赶紧把中炮换掉 因为这中度太薄弱了 一打这齐就碎了 那么这个时候实战中 洪方是向七进五了 但从后来结果 感觉是可以向三进五 待会大家看后边就可以看到了 可以有一些比较 向七进五 向五退起很有必要 这也是许文川非常灵巧的地方 现在因为这个炮你怎么解决 打炮解决不了 是吧 结果它落向反打局 争取交换子力 你逃了经去患子 杀一跤 那么患子争得一个相对而言的军事 相对满意的军事 那么这只有 你只有换了 这没有无处可逃 那么是 没有进五 这个也只能 大家看到这个局面 刚才如果飞的是向三进五 它可以换这个炮 对 换这个炮这样 对它底线是向有威胁 但由于你飞的是向七进五 这个黑方反而对 红方 换了这个炮它底线有相特 对 所以刚才飞向的时候 红方是可以再考量一下 所以它这时候只能换这个炮 但是继续这么向 红方因为多一个向 它还是比较主动的 对 关键是下一招G8退二 正好站住足形线 对 G8退二退回了 对 黑方赶紧保足 充足 然后红方 马三进四 黑方平均一桌 再跳 黑方这个足还是很珍贵的 争得军事的 这不能给 没错 争得军事 因为你先少向了 你再把足让人吃回 这些还是有点危险的 那么飞边一下 那么红方也顾及这个炮 这个炮如果沉底的话 还是有一些威胁的 没错 那么盯住这个炮 那么足就进一 G2退二 退二一桌 红方就冰 那么黑方 足急冲 冲入对方九宫 也形成对方 形成威胁 便于今后的一个 但其实这个旗 你因为黑方少向 总归是有一些 有一些顾虑的 就是说 比如冰向的这个位置 冰武金 这个是好位置 还是有一些顾虑的 它只要控制住你 红方在谋冰 因为你黑方 现在这个足 是没什么大用的 说白了 那么 但是红方也看到 这个足 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危险的 对 下到这 所以它黑方也主动选择简化了 这黑方如果真的把炮甩过来的话 那么红方对于牵制也很大 还是有相当大的顾忌的 对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 红方一看久缠无异 这个也就简化了 他就接受这个简化了 接受了 把这个 完了 吃掉 G2平1 这棋下得非常简化 通过简化 它多吃一下 还希望能吃一个足 这棋必须得吃 这不吃 红方想的是如果能吃一足的话 我居双兵还能有机会 对 因为你有危险 那么 但是黑方是非常劳费 跟着 赶紧弃掉 7路足 看住边兵 那么红方向五进三 一桌 完了兵五平四 居五平六 捉到这的时候 红方一看也是取胜无望了 对 这个棋 因为无论你怎么换 即使一个兵换掉它两个式 就这局永远守住自己的兵 就一个巡河线 把这两个组守住 你永远吃不到 棋也是可以守合的 对 所以这个棋下到这 两位特约大师就握手言和了 其实这盘棋 虽然不是一个见胜负的这么一盘棋 但是从巡川和孙永征前面的构思 还有这些变化来说 是下出了都一定的心意 这个进马或者是 红方 这个马七进六 马六进七 对 这个进马 然后还有这个退炮 对 对 拒八进一 这几招其实就是从布局到中局 还是 飞方什么 炮八退一 马七进八这种一步换行的这种手段和构思 对对对 都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对对对 对对 没错 那其实我们每一轮的比赛 我们今年的象棋 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心意 就是每一轮的比赛都会推举出 一盘最精彩的队局 对 那我们这一场比赛 其实分出胜负的棋局非常的多 对 我们为什么选了这么一盘棋 其实也是想让大家知道 其实象棋的合棋 也是它本身的一种内涵和魅力所在 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这个 博弈间有一种最佳的方式 就是一个共赢的一个方式 有一个平衡点 对 通过双方的博弈找到一个平衡 没错 没错 这盘棋也是双方都有这种试探性的进取 有一定的 就是新的内容在里面 有新的思想在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 把这盘棋 在这个周末 推荐给广大的棋友 那么我们现在的比赛 已经进入了赛会制阶段 这个主科场阶段 所以也请各位棋友 多多的关注我们全国项鸡甲级联赛 今天的这个对局 就为各位朋友介绍到这 好 感谢郭丽萍和李鹏两位大师 带来的精彩评说 我们今天的节目 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细说楚河汉界 品味人间万象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